十二指肠溃疡 我们最常见的检查方法 也就是胃镜检查和备餐检查 而我们首先选择的也就是胃镜检查 胃镜检查分为无痛胃镜和普通胃镜检查 什么叫做无痛胃镜检查呢 也就是说是在静脉全麻的情况下 病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下就把胃镜检查做完了 而普通胃镜检查 它其实也是没有痛苦的 在做胃镜的病人 我们每一个都会喝一只橘麻药 所以咽喉部的痛感是没有的 只是在做胃镜的过程中 病人是清醒的 有一种呕吐的感觉 如果说是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病人 或者是不愿意做胃镜的病人 我们替代的检查也就说是 X线背餐检查 这种检查又是怎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服用一杯白色的背剂情况下之后 然后在X线不停的照片 如果说X线下显示的是一个堪影 那么我们也就会考虑是一个十二几长的溃疡呢 其他的检测方法 比如说像卫生的测定 和幽门螺旋的杆军的检测 这种方法只是起一种辅助的检查 都没有